下面我们看一下视频的解码器 然后点击滤镜信息 在这个位置我只是设置了显卡 这里有一个硬件 硬件设备选择显卡 每台电脑的硬件不一样 在这个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在左侧输出格式 各位看一下按照我的这个来设置和勾选 特别是这个RGB选择PC 0-25 然后在最下面有一个允许系统图标 下面有一个系统图标 做完了以上工作和部署 我们就可以正常播放了 首先我们先打开Windows的HDR 现在屏幕很亮 这个HDR是打开的 分辨率是3840x2160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高级显示设置 这里有参数 60Hz 10bit 颜色格式是RGB 色彩空间是高动态范围 也就是HDR 然后我们再来到视频的播放器 这个偏圆一定要是4K H265 带HDR的才可以 NF5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视频 这里有一个视频渲染器 我们选择内置的D3D11视频渲染器 然后左侧 这有两个 一个是HW 也就是硬件的处理HDR输出 这个要勾选 另外呢我还勾选了16-235的电瓶输出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两项是干什么用的 先把它俩去掉 点应用 先打开HDR 是这样的 然后打开播放 然后进入设置 选择HW处理HDR 画面就没有那么红了 画面会比较正 现在是HDR 加硬件处理 但是如果加上这个16-235电瓶输出 画面整体会比较亮 所以说我会选择 根据显卡不同 或者显卡的驱动不一样 我感觉这个选项可能还有点区别 这个看你个人偏好吧 另外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右侧的像素着色器 这位置一共有四个选项 我们默认都给它关掉 HDR是这个2084 这是显示器校正 还是勾着会比较好 这是色彩空间的校正 最后一个2086的校正 这个2086变化并不大 反正我都给选上了 这样感觉效果会好很多 另外我们看一下显示器 显示器默认选择的是 系统的HDR 我们同样还可以选择影院的 和游戏的 这属于显示器的加成 我个人还比较喜欢这个默认的HDR 我们再按键盘的table键 看一下信息 我们要注意视频解码器和音频解码器 是不是都是LAV开头的 这样才说明我们正在使用 我们自己下载安装的LAV的视频音频解码器 另外看一下这个输入 它输入的是4K分辨率 帧率是相当于24帧 码率是62兆 输出的是P10 输入的是HVC1 通过以上设置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播放 4K10比特H265的在HDR的蓝光电影了